這個就是仙色工這樣 它其實先以這個仙色工為主 然後大大小小的圓總共有36個 然後36個圓呢 來給它那個拼湊而成的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這36個圓 它就是把三重工業的一些零件 它把它融入到這個它的這個作品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錨釘或者是什麼 然後這個是用那個銅線有沒有 編織而成的這樣子 那其實你看這作品你也可以感覺到 就是女性藝術家那種細膩的那種 情感表現的一種方式這樣子 那它中間就是放這邊的最具代表性的那個 寺廟精神的一個那個堡壘指標仙色工 那王老師他同時也是唯一女性的 這個名字很專業我要把它唸出來這樣 唯一技能競賽珠寶香籤類的女性才判斬 所以他那時候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 他根本就是抱持著好像是珠寶設計的那種精神在做設計 後面的這個就是不鏽鋼板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黑黑的 它就是用這個意象來表示 三重後來就是新蓋的一些那個大樓這樣子 那後面的這個不鏽鋼板的這個秀 這個它那時候是跟我們說就是類似 意象就是那個觀音山的這個意象這樣子 那它這個公共藝術的它的照明 它就是用上面這個簡易的燈就這樣 因為我覺得它也不用特別的有特殊的照明 不用它就是只要讓它亮就可以看出這個作品 是非常的美麗 各位學員今天我們最後一個公共藝術導覽 就是這個作品我們就在這邊結束 那非常謝謝各位學員這麼的有熱誠有熱心 來參加台北市政府文化舉辦的這個公共藝術導覽的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今天熱情的參與這邊 然後請一請大家多多指教